也是另一项争议 先议员谢志德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公督盟执行长李清贵是某位议员的服务团队 却不知道要立意回避参与议员监督的行政工作 让人质疑议员评鉴的公平性以及公信力 所以他要求李清贵跟公督盟联盟应该要对谢明道歉 先议员谢志德表示 公民监督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利益回避 但是身兼某议员服务团队的公督盟执行长李清贵 却参与议员评鉴的行政工作 这种行为已经严重曲解民主政治和公民监督的争议 他并只以评鉴结果的公平性和公信力 因此要求李清贵先生和公督盟应该向谢明道歉 我们感觉很奇怪李先生你居然有两个身份 既是议员服务团队的成员 而且也是公民监督联盟的执行长 你的身份还没混淆 套用最近的一句流行语 如果这不是笑话那什么才是笑话 所以宜蘭县公民监督联盟 你们所做的议员评鉴完全没有公信力 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利益回避 将对于李清贵先生和宜蘭县公民监督联盟 这次乌龙评鉴事件 在这里我要求李清贵和宜蘭县公民监督联盟 郑重向我们宜蘭县民盗窃 对此李清贵表示 因为工作上的需求和许多议员都有互动 包括国民两党以及五党籍的议员 但他绝不会是任何一个议员的竞选或者是服务团队 而且议员评鉴工作是由公民团体 社团代表和学者专家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评鉴 他个人并没有参与也无法介入 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不管是跟国民党民进党甚至五党籍的议员 其实都有些互动 我既不属于任何议员的一个所谓竞选团队 或者服务团队 另外当然这个议员评鉴这部分我们再强调 他是由公民团体还有社团代表学者专家 所组成的评鉴文会来对这个议员进行评鉴 虽然宜敦文他只是一个平台 他完全没有办法介入到这个评鉴的结果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